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在櫻花圈上的海鮮的体验团 所以來到華村的冰箱釣魚玩啦 導遊一開始就給了一個代用券我們 五千元 還有每人一張貼紙 好啦 我終於進去了 今天是第一天啦 所以今天好多人 因為韓國人和外國人是分開兩個區 到冰箱釣魚的 所以我們外國人的範圍 不會太多人 先說一下華村山津魚慶典 它就是1月5號到1月27號 這個節日更加曾經被美國CNN 旅遊評為這個世界七大冬季的奇蹟 好值得去的 不說那麼多 先吃了東西 都挺划算的 我們兩個人吃了 點了一條雞串 然後一碗年糕 還有兩個魚膏 都是八千元 好啦 我們進去釣魚啦 職員每個人發一個釣魚工具 因為魚勾比較鋒利 所以就用一個袋子栽著 冰上面有裂痕的 我好怕我走出去那一刻裂了 為什麼那些人是不怕走出去的 還有我又怕滑 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話 記得要穿適合鞋子 那我們第一步就是找可以釣魚的洞 找到了 七七達 找到之際 看到旁邊的那個釣了一條魚上來 一開始不是很會釣 在這裡搖搖搖搖 但吃摸到野心 吃摸到野心 是有什麼嗎? 是! 我的天,真的嗎? 我剛剛看到了 大家看到嗎?有條魚 因為洞會結冰 所以有機器去穿洞 但同時間會有水湧出來 所以會變得特別線 大家小心啊 過了一段時間 我還是在吊 你看看 冷到連水都結冰了 為什麼人們不怕冰地 現在 大家我又轉了地方 看到很多人都釣到魚 什麼時候到澳 什麼時候沒有 好啊 好,我現在就進行這個佛系釣魚 好,我又說了 我不是要用這個 你又要用這個 不,不,不 我的天啊 不要不要不要 誰知道 我真的要用這個去掉 OK 掉到就無憾了 因為導遊說 如果有興趣想看冰丟的話 就在某個地方等 所以我們是時候走 上3點前去一條橋看 這條橋是吊橋來的 不過它有鐵棒 這條橋正在動 其實這個節日除了冰箱釣魚之外 還有其他東西玩的 看到海盜船和跳彈床 還有這個花式溜冰 還有滑雪梯 這個就是外國人冰箱釣魚區 你看遠一點 相比起韓國人區 真是少人 走完橋了 我們現在走去看冰箱 你看街上 有因為這個節日而特別淺界的釣飾 晚上應該更漂亮 因為那些燈一定亮 我們到了 過到去 導遊就幫我們買票 原來有很多不同國家的冰箱 有台灣 中國 埃及 他還說自己是 最大型室內的冰箱場 我們進去吧 看看是怎樣的 一進到門口 就看到大航文國的國旗 在香港 天啊 尤其 憐憐 是 大航文國的四川 任何 這 Ooo 謝謝 其實走這條冰座的樓梯 都幾怕扇你 因為是滑的 好可惡 是冰的 不要看到門是啡色 它真的是冰 你看有燒酒和啤酒 他們都是用冰做的 有很多用冰做的人像 你看是埃及的雕像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要走了 我今天玩得很開心 第一次試冰上釣魚 和看了不同的冰雕 走釣橋 真的很充實 我覺得如果大家這些時候都來韓國的話 可以試試去一下 體驗一下新事物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喜歡就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follow我IG 安妞 我是否贏 我是否贏 每一位都來韓國 你去看 我贏